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主啊,求上帝的智慧使我们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们的行为上纯正,做主的义人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和子子心心灵受上帝的话语得到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以为自己明白的,靠我的想法和理论明白的 那仅仅是动物的水准啊 唯独上帝的智慧使我们的内心醒悟 那才是最真实的,单一礼书十二章十节 唯独上帝的智慧使我们的内心醒悟和明白 那此时此刻我们来省查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真实的醒悟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是有权柄判断人 大家知道,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有两个强盗呢,是与耶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 在路加福音中就有提到,有一个强盗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了 这时候他得救赎 如果我们得不到救赎,那才叫异端呀 得救赎的,那是真实的福音呀 而我们不领会上帝的奥秘是基督的话 我们不认罪不悔改的话,是得不到救赎的呀 各路西书二章八节 因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使我们得救赎啊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只有上帝是有权柄判断人 只有上帝是信实的 而我们当今太容易就判断人,评论人 把自己当成上帝 那结果就是犯罪了 分党结派的,上帝是不喜悦的 因为属乎肉体,所以分党结派 属乎肉体的时候,就抱怨,妒忌 有纷争争吵,不属乎圣灵啊 那甚至,纷争争吵,不属乎圣灵的时候呢 没有领受圣灵,就连猪狗都不如啊 犹大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 雅各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阿门 在这世上只有上帝是有权柄 是信实的,是能判断人 而当今,有太多的人随意判断人,定罪别人 那为什么很多欧洲的教会的礼拜堂都成了空荡荡的 那什么是假的教会,什么是假牧师呢? 没有爱心,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没有遵守基督的教训,那就成了假的信仰 主的话语,我们要顺从的 如果不顺从真理,就成了假的信仰了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因顺从真理,使灵魂得以洁净啊 那么顺从真理,就是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心,真实的爱人如己啊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内心因妒忌他人,因嫉妒他人 随意毁谤辱骂的,这都是犯罪 是受死刑的罪恶啊,罗马书一章三十节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太容易犯罪了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因属乎肉体,我们分党结派,妒忌他人 格林多前书三章三节啊 我们随意欺负他人,甚至跟别人找茬 我们分争争吵,那都是因为属乎肉体啊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分争争吵,那不叫教会 无论是搞教派制度,还是搞党派制度 搞分争争吵的,那就是连狗都不如啊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约伯书三十章一节啊 好计较的人 因为没有领受圣灵,始终被魔鬼挟制 所以才会有纷争争吵 马太夫十二章二十八节 唯独领受了圣灵,才能赶出内心的恶魔恶鬼 那我内心为什么被魔鬼挟制了呢 因为我内心是有罪恶的 这罪恶是从心里发生的 而这个罪恶我们不悔改的话 就会被魔鬼挟制 约安一书三章八节 能除掉罪恶的,能除掉魔鬼挟制的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使我们得救赎啊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我们希望信耶稣基督得救赎 我们希望因信耶稣基督做真实的爱国者 能在这世上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照亮在我们身上 那这一切是靠自己能力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曾经我们多么的推崇孔孟子学说呀 而当今很少人在学孔孟子学说了 那孔孟子学说并不能医治疾病 也不能使贪子站起来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能力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活生生的生命 是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是全带着能力的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 大家和我 无论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了多少年 无论我生活了十年还是生活了五十年 我所经历的我以为是自己明白的 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 比如说面对我的家人 面对我的亲戚朋友们 我们会发现 哎呀 在这世上 真是能过为人的生活 那太少了 我们说 哎 这个人曾经是一度做官员的 这个人一定是有高职位的 而临终临去 临终临去一世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的凄惨呢 音讯从真理 才能爱人如己 没有虚假呀 彼得前出一章二十二节 那真理正是上帝的话语 原安非十七章十七节 那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奥秘 正是基督 使我们领会基督啊 那么上帝的允许是告诉我们 只要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会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们能与主同行 因信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主耶稣基督 要通过我们显现出来 为的是得到荣耀 使基督得到荣耀 使上帝的儿女 因信耶稣基督 与上帝和好啊 通过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名 使上帝的话语 得到荣耀啊 那么这一切 是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才能做到的 这就是上帝的儿子 也是我们 与上帝之间的中保者呀 我们找一下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 那么韩国人 有一句俗话是什么呀 就是说 无论是和人 什么样的人相遇 那我看到的 我见到的 那都是算是缘分吧 就比如说 我和某某某擦肩而过 那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呢 那么上帝给我们安排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比如说 上帝安排我 和某某某相遇和相见 那都是让我悔改的声音呀 圣经66卷圣经的话语 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世上 活着的时候 要学习敬畏主啊 圣明记四章十节 不仅我们要学会敬畏 我们也要把这敬畏 教导给儿女啊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悔改 只要我悔改了 得到祝福 我们悔改的时候 才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所以 因信耶稣基督 因信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我们就要认罪悔改 脱离罪恶 这正是我们为什么 每天要切切地祷告 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 悔改祷告呢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说哎呀 一个人多好啊 我以为一个人生活 太舒适了 所以呢 我也决定一个人 但是发现 身体有疾病了 才发现 一个人好孤单呢 而上帝的话语 是什么呢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是让我们 重养生多 生养众多呀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说 有一爸 在基督里面 结婚 这是有福气的 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呢 是与上帝作对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 所以在韩国 在韩国有句俗话 孤单的人只会饿死啊 我朴牧师也经历了 我一个人 我就发现 太懒惰了 一天都能饿着三顿 因为反正也不想做饭呀 所以就有一句俗话说 一个人 孤单单的一个人 反而会饿死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结婚吗 很多人说 哎呀看见我父母结婚过日子 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 我不想结婚啊 在韩国有很多儿女 都不肯结婚了 因为看到父母不幸福 因为在生活中 经常看到父母是纷争争吵了 所以很多儿女就觉得 也不幸福 而上帝的话语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妻子是丈夫的骨中的骨 是肉中的肉啊 夫妻是幸福的 是和睦的 是甜蜜的呀 那么我们今天要遇见上帝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那是通过耶稣基督啊 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帮助我们 与我们相遇呢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能实现我们的心愿呀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全能者 是创造主啊 是无所不能的 创世纪17章1节 而大家和我们可都是渺小的 甚至是懦弱无用的 而且是罪人 而因为上帝是最爱了我们 所以给了我们爱子 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中保者呀 听不太前书二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 基督耶稣 阿门 上帝是一位呀 那我们和上帝之间呢 我们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位中保 正是儿子耶稣基督啊 所以上帝是一位 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位中保 耶稣基督也是只有一位的 所以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 才能与上帝和好啊 因信耶稣基督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今天我们一定要与上帝同在 只要与上帝同在 疾病得到医治 只要与上帝同在 所有的一切都能得到允许啊 能做真实的爱国者 只要与上帝同在 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帮助啊 很多人因信耶稣基督来到教会 但是很多人甚至来到教会 却始终不领会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也不认识我与主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也不认识耶稣基督 和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在这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是我们领会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 是最爱我的 是能拯救我 能医治我 能说明我一切罪恶的 这就是上帝 向我们世人所显明的爱 是通过耶稣基督啊 那么主就是基督啊 那么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 我们就做四阶段悔改嘛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的 大家知道 区区的被造物人 能与创造主上帝相遇 这可是非常庞大的事件呀 不仅与我们相遇 还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而且还能实现我们的心愿 赐给我们权柄 这可是非常庞大的恩惠 我们找一下诗篇三十八篇九节呀 诗篇三十八篇九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上帝的话语都是有居所的 上帝的话语全是有平有据的 上帝的话语都是带着平据的 是以灵命为居所的呀 就比如说有电话 但是呢 有电话号码 我这电话才能打得通啊 上帝的话语 智慧是以灵命为居所 上帝的话语是智慧 真言八章十二节 上帝的话语都是平据圣经啊 那么我们讲到 传福音的时候 都是要平据圣经话语 都是平据着上帝的话语啊 要讲出上帝的话语 能讲出基督的奥秘 我们的想法行为上帝都知道 都在查看的 就比如说当今有很多的养老院 大家知道有很多老年人在养老院里 那有时候和养老院里的人聊天 很多养老院里的老年人就说 哎呀 真的是没地方可去 所以来了养老院 回家看孩子们的颜色 看孩子们的脸色 觉得很痛苦 那么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来进老院的 大家可以去养老院 和老年人聊聊天 试一下 很多人真的是迫不得已 真的是没地方可去 真的是没选择 才能去 才去养老院 那这都是我自己种下的果子呀 那我就没救了吗 也能改变的 也能医治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得救 只要信耶稣基督都能得救 罗马书4章17节呀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面对所有人的 是呼召所有人呀 我们不分年龄大小 每个人都有心愿呀 大家来到教会 是为了信耶稣基督得救赎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生命得救赎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朴牧师 我名字叫什么 我叫吴首啊 朴吴首 大家来教会 不是来听我的故事 大家来教会 不是来听我的言论啊 大家来教会 是要与耶稣基督相见 是与创造我的天父上帝相见 是为了来遇见耶稣基督 是为了来遇见上帝呀 在这世上呢 靠人的言语 想斗乐别人 很多喜剧演员 很多说笑的人 想用自己的言语来斗乐别人 比如说有喜剧演员呀等等 那以为自己的言论能斗乐别人 而自己内心却是很痛苦 内心特别的煎熬啊 仅仅是为了赚钱 去斗乐他人 而只有信耶稣基督 使我的心愿得以实现 是拯救我的生命的 诗篇38篇9节 我们读一下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阿门 我们的心愿都在主面前呀 那么我们的心愿 就所有的心愿都在主面前 主全都知道 那全能者上帝和我 我们之间怎么能建立起 这和好的关系呢 只要今天与上帝和好了 我们所有的心愿都能得以实现 我们大家相信吗 是阿门的吗 所有的心愿 靠着耶稣基督得以实现呀 很多不为人知的处境 上帝也知道 也都在查看 也能给解决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呀 而大家和我 我们仅仅是被造 我仅仅是人呢 而上帝 全能者上帝 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是要通过我们来做事 那曾经瓢牧师讲到 就讲了这个鸡蛋的 鸡蛋的法则 就是小鸡福蛋 二十一天能生出小鸡来 约翰肥十四章二十一节 就二十一天福蛋了 就能生出小鸡 那么上帝是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呀 是怎么彰显出来 使我们在基督里面 使基督住进我们里面 使上帝住进我们里面 我们要住进主耶稣基督和上帝里面 这正是约翰福音中所提到的领受圣餐呀 所以曾经瓢牧师讲到的时候 就打个比方 就好比小鸡福蛋一样 所以呢 这主的应许是立刻能得到的 并不是说非要过了二十一天呀 此时此刻 因信耶稣基督有信心的话 所求的立刻能得到应许 即便得到医治 魔鬼也能赶除掉 是立刻能行的 是非常非常神奇和全能的呀 那么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全能的 那么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全能者上帝的能力呀 这就是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集 那么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 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位中宝 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是一位 那很多人就不明白 耶稣基督是一位吧 是一位 只有一位 耶稣就是基督啊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们读一下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 在上帝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阿门 上帝是一位呀 那么大家和我呢 每个人都是在主面前是 唯一的一个生命啊 那么我们 上帝是创造了我们 而我们因犯罪 自亚当下瓦犯了罪 我们都成了罪恶 是死在罪恶 被罪恶挟制的 而上帝为了拯救我们 爱我们呢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除掉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以恢复得救啊 所以上帝和我们之间 就有一位中宝 正是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 那很多人说 耶稣基督是一位 只有一位 很多人说 是不是两个呀 绝不是的 只有一位耶稣基督 而我们面对的是基督啊 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耶稣是与上帝同等的 耶稣基督是一位 但是是为两面设立的呀 因为耶稣本身是与上帝同等的 是没有罪恶的 是无加无次的呀 是倒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正是耶稣啊 约翰福一章十四节 而我们呢 我们却是罪人 我们要承认上帝的儿子 耶稣是基督 认识耶稣是基督 所以我们做四节段悔改 正是为了承认耶稣是基督啊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绝不说谎啊 那耶稣也是信实的 是绝不会说谎的 耶稣本身是圣洁的 是与上帝同等的 对于上帝和耶稣 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疑惑呀 耶稣是没有罪恶的 而为什么要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正是为了大家和我的罪恶 正是为了奢免我们的罪恶 所以道成了肉身 正是上帝通过上帝 正是上帝是主的话语 是道成了肉身 就是耶稣啊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上帝就是主的话语啊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靠主的 智慧是我们领会的 很多人始终不领会基督的奥秘 哥勒西说二章八节 如果我们不领会基督的奥秘 我们不跟随耶稣基督 那就是使灵魂受害的 是假的讲道啊 全能者上帝能实现我们所有的心愿 是实现我们所有的心愿 是有能力实现我们所有的心愿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是所有的心愿 大家的心愿都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晚上一定是能行的 只要我们和上帝之间 只要我遇见了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是信实的 上帝也是信实的 而我们却是欺诈的 我却是说谎的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啊 我们需要基督的保险 向主认罪悔改呀 所以大家和我们要属于基督啊 我们属于基督了就意味着与耶稣和好 那么与耶稣和好就意味着与上帝和好了呀 只要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 能与上帝和好啊 我们求上帝使我们醒悟 使我们领会基督的奥秘呀 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就比如说这一只手 这手心是直接能 能拿东西的 而手背呢 手背也是属于这只手 但是手背不能碰到这个 就是我们所拿东西的这个物品 所以我们承认 哥勒西书二章二节 上帝的奥秘 正是基督啊 所以我们要承认主啊 我是罪人 基督的保险赦免我的罪 我们今天要竭尽全力地认识基督啊 因为基督的保险 是能饶恕我所有的罪恶的 只有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的罪恶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啊 以夫所说一章七节 以夫所说二章十三节呀 耶稣和上帝是同等的 菲利比书二章七到八节 耶稣是与上帝同等的 就比如说 用数字来表达的话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上帝就是无穷无尽的数字 那耶稣也是无穷无尽的数字 就意味着耶稣和上帝是一体啊 是一位 那同时耶稣是基督啊 所以基督是永恒的 是无穷无尽的数字啊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都犯了太多太多的罪 我们本身天生就是罪恶 因罪恶我们内心渺小到什么程度 内心很狭隘很渺小啊 所以我们经常把专注点放在哪里啊 放在世俗上 总是被罪恶挟制啊 比如说恋爱期间 恋爱期间觉得很甜美 但是结了婚呢 好不容易在那种 困难的环境中结了婚了 结婚的时候 环境都不富裕啊 大家知道我结婚的时候 我们结婚的时候呢 搬家都是坐了公交汽车 因为没什么行李啊 能穿一件衣服就已经很好了 很可以了 我们大家不要灰心啊 谁都不要灰心丧气啊 我们在伊甸园里 什么都没有的 而现在我们来到这世上 因上帝的恩惠 我们有衣服穿 这是上帝的恩惠啊 这是很好的呀 是上帝厚慈于我们享受的 感谢主的恩惠 我们要属于基督啊 我们承认我是罪人 承认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活 这正是能与上帝和好的 奥秘啊 十篇三十八篇九节 那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呼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啊 所有的心愿是在基督里面的 而基督是永恒的 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是与上帝同等的呀 基督是十三章八节 耶稣基督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 是永恒的 那很多人还不领会什么叫永恒啊 就是无穷无尽的祝福啊 是无穷无尽的 生病了能得到医治 我们无论是贫穷 无论什么的问题 上帝赐给我们 上帝赐福于我们 被魔鬼挟持很痛苦的 上帝能赶出恶魔恶鬼呀 不仅是我领受这好的祝福 能把这个祝福分享给身边的人 能帮助到身边的人 做哀国者呀 那上帝赐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那上帝设立基督作为主的奥秘 就是上帝的奥秘 是在创世以前早已预定好的奥秘呀 我们在这世上学习 尽管学了二十年 我们就会发现 学了二十年 大部分都忘掉了 小学六年以来的那些书本知识 大家几乎都忘记了的 所以在这世上读的书本不少 但是大部分都是忘了 而我们内心多么的渺小 而我们怎样才能领会 无穷无尽的基督呢 所以上帝说了 不要担心 也不要忧愁 你内心为什么痛苦啊 每当我们犯罪 导致内心痛苦 内心有了伤痕 耶利美书十七上一节呀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给自己的内心有了划痕呢 那么我们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主啊 我是罪人 承认我的罪恶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 我们阿门呢 我们向主承认我的错 上帝就饶恕我们的罪 大家希望心愿得到实现吗 向主承认自己的错 认罪悔改吧 神明节二十八章二十节 我们犯了罪 自己却忘记了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意识不到什么是罪恶 所以呢 通过我的家人 通过新闻啊 或者是通过很多周围的环境 把我的罪恶展现在我眼前 这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哎呀 我看到的这个罪恶 就是我的罪恶 就比如说我们看了 我们看了一个新闻 某某某总统呢 犯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指责他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这不是指责的对象 我看到的那一系列的现象 都是啊 主啊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 这就是我犯的罪恶呀 我要认罪悔改 而且要为周围的人祷告 为总统祷告 为身边的人祷告啊 这就是得福的奥秘 得福的秘诀呀 向主认罪悔改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为身边的人祷告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心意 使我们越加靠近上帝呀 这就是每当我们 做四节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救赎主 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呀 那我内心痛苦地向主如实地告白 我心里不顺利 看不顺眼的 我内心讨厌的 烦躁的 实实在在地向上帝 承认和续说呀 那么我把我内心的所有的 不好的向主叙说了 陈述了 那上帝赐给我的是平安的心 我们向主承认我的不好 因为我一切的不好 耶稣基督为我担当了呀 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呀 罗马书15章13节 内心得以平安 是靠上帝的恩惠呀 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平安的 所以无论在做什么 我内心平安 这才是与上帝同行的 我内心不平安的时候 赶紧停下来 哎呀 我要祷告的 我要求上帝的引导 求耶稣基督的引导 求主引导我 求主引导我悔改呀 很多人说了 哎呀 上帝说了 到天一亮就帮助我们 上帝在凌晨时间帮助我们 哎呀 而凌晨这时间 起床太不容易了 甚至很多人就抱怨 哎呀 早晨起不来呀 甚至有些人说 哎呀 我想起床 但是 我更喜欢我的被窝 就不愿意起床 我们 我们的内心 不可能同时爱两样 我不可能又爱上帝 又爱世俗 马太菲流证24节 不要责怪我的丈夫 睡懒觉 我看到我的丈夫 爱睡懒觉的话呢 我认识到 啊 这就是我的 这就是我呀 通过我的丈夫 通过我的妻子 映照出的是我呀 是我的镜子呀 所以我不要指责对方 所以面对自己的儿女 不要指责 我儿女身上是展现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模样 这就是我的样子 我需要悔改 我需要祷告 同时我为儿女真切地祷告 我要认罪悔改祷告啊 这时候上帝医治我的儿女 上帝医治我的丈夫 上帝医治我的妻子 愿意书一章九节 而我们呢 面对对方的不好 我们就开始指责呀 说呀 结果呢 说来说去 又伤和气 又吵起来了 那就是不好的了 所以看到别人的不好 不是来指责 不是来说的 是我要祷告 我要认罪悔改祷告 而且为这个人 做 求祝福 做祝福祷告啊 而我们不遵守主的话语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我内心的灯光是灭了的 我心里如果黑暗的话 这黑暗是多么的严重啊 所以每当遵守主的话语的时候 是主的话语照亮我 点亮我的内心 是让我在光明里面行事啊 比如说有些人 哎呀 我都没上过幼儿园 现在已经都年老了 是九十多岁了 没关系的 也能信耶稣基督啊 信耶稣基督 没有设立任何的门槛 没有设立任何的标准和资格呀 哎呀牧师啊 你可能不知道我 我真的挺不容易的 有时候 我就像妓女拉合一样啊 我每次来教会 都挺不好意思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罪恶 耶稣基督保险全给赦免 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 承认我是罪人 信耶稣基督 上帝 是饶恕我们的罪恶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呀 向主承认我的罪恶 向主 悔改我的罪恶呀 我们谦虚地来到主面前祷告啊 我们每天向主 默想主的话语 祷告 承认我的罪恶 向主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的罪 上帝也造就我在基督里 上帝使我成长啊 那么这祷告的分量 要越来越多呀 今天祷告一次了 那么逐渐的这祷告要成长呀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大家知道罪恶越多 恩典越是显明在 越是能显明出来呀 因为永远上帝的恩惠 是越 是永远是上帝的恩典是最大的 上帝的恩惠和爱 慈爱是最大最大的 主耶稣基督是战胜了邪恶的权柄 是战胜了恶魔恶鬼 是除掉了恶魔恶鬼了 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 只要我们谦虚的承认主啊 我是罪人 基督的保险是能赦免我的罪恶的 求主怜悯我饶恕我的罪恶 因为基督的保险能赦免所有的罪 基督的保险能赦免我们 这正是基督的能力 是基督的 是靠基督使我们得以存活 使我们在主里面成长啊 这不分男女老少的 而很多人呢 信了耶稣基督就把自己当成是没有罪的 以为自己从来没犯过罪 以为自己是洁净的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洁净 上帝的话也使我们得以洁净 而我们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曾经是什么呀 甚至此时此刻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这些罪人在主面前 永远要谦虚谦卑 我们可不能忘记了 我们的罪恶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得以赦免和得以洁净了呀 而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当成没有罪恶的 甚至把自己当成上帝了 自己身处于高位 好像自己是永远洁净了一样 我们太容易就犯罪了呀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来警察自己吧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而我们往往是看不见自己的罪恶的 我们的心有什么样子的心 自己看不见 我们心里的邪恶和邪隘 我们看不见 所以呢 上帝会通过身边的环境 通过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人 来告诉我 那我看到的时候 我反而排斥和讨厌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烦 这么讨厌呢 这其实是你内心的罪恶 通过孩子映照出来 就是给你照的镜子 你却始终不明白 不悔改呀 上帝因为是最爱我 为了让我醒悟 让我明白上帝会通过周围人 通过周围的环境来告诉我 所以我们 无论在什么人身上 还是在 无论是在通过身边的人 或者是身边的环境 处处承认上帝的作为 感谢上帝的恩惠 感谢上帝的美意 认罪悔改吧 谦虚地认罪悔改吧 年轻的姊妹们 大家都愿意遇见 孙郎耶稣基督吧 大家都愿意 想在基督里面 在信心里面 遇见自己的另外一半吧 祷告吧 做什么祷告呢 做悔改祷告吧 基督实现我们的心愿的 我们的心愿在主里面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告白 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切都是能行的 只有在基督里面夸口 夸主耶稣基督啊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呀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一切都是能行的 一切都是能行的 在首尔听讲到的信徒们 也是能行的 那么上帝 交代我们 在这世上得以存活的时候 要学习敬畏 学次阶段悔改吧 十一民纪四章十节呀 做四季段悔改 正是敬畏上帝 是专心爱主爱上帝呀 大家知道在摔跤场呢 是通过五次的比赛 神明纪四章十节呀 我们心里喜乐平安的时候呢 用全身心来表达出来 用全身心来表达 对上帝的爱 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 感谢基督的保险的救赎之恩呀 所以上帝让我们学 学习敬畏吧 有些人说了 牧师啊 我的罪太多 我真的是太惭愧了 大家知道 主啊 我在战争年代 因为肚子太饿了 肚子太饿 所以就只有喝白水 喝白水了之后呢 就偷别人家的酱油来喝 大家知道 在我们那个年代 经常就偷别人家的吃的呀 因为太饿了 别觉得害羞啊 全向主承认吧 向主承认自己的罪恶 上帝是饶恕我们罪恶的 在基督里 谁都是崭新的心人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没有过去 在基督里面没有过去 在基督里面是没有过去的 在基督里面 我要幸福的生活 在基督里面 上帝使我们成长 格林德厚书5章17节 我们静静地把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大家的心愿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只要向基督承认我的罪 上帝是饶恕我们的罪 而且奉主的名祈求 主帮助我们的身上 身体上有疾病吗 马太腓十章一节 上帝是全能的 能医治所有的疾病 我们所有的心愿都能得到实现 疾病都能得到医治的 那么平时在家庭中 在现实生活中 因被魔鬼挟制 被魔鬼所困扰的 上帝是有权柄 赶出恶魔恶鬼的 今天我们通过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只要与耶稣基督和好 上帝医治我的疾病 使家人也得到医治 今天真切地祝愿 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主啊 只要我们属于基督 只要因信 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只要我们向主承认我的罪恶 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我们相信基督是赶出恶魔恶鬼的 我们相信基督是能医治所有的疾病的 我们相信所有的心愿在基督里面得以实现的 主啊 在这时间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到允许 相信我们呼喊阿门的时候 是我们领受主的允许 我父上帝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如此珍贵的允许啊 我们需要做的 只有学习敬畏 生命纪 生命纪四章十节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会 悔改 使我们真实的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谦虚的来到主面前 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悔改 求主负责我们的人生 求主 引导我们的人生 主啊 当我们无知不明白的时候 听从世俗的言论 甚至听从的是虚无的言论呀 主啊 因为我们太无知 太愚昧了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主的话语 导致这个国家受害了 主啊 在此时此刻 求主引导我们悔改 赐给我们悔改和哀痛的灵 使我们真切的认罪悔改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相信 得到了主的允许了 因为上帝必定是赐福于我们 允许我们的 求主赐福于我们 怜悯我们 愿此刻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无穷无尽的爱 与圣灵的交通 主啊 全能者上帝 只有通过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在基督的奥秘里面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我们愿意领受 这好的允许 我们愿意领受 全能者上帝的允许 我们渴慕主的话语 运行在我们内心 我们渴慕上帝 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居住在主的国度里 在每一个这些渴慕的心灵 和家庭和儿女 和民族上 奉主的民主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门 阿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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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